一群人大包小包正在白色小巴旁准备上车 没想到下一秒 对象车道旁一栋建筑突然往下倒 瞬间扬起烟尘把小巴淹没 司机乘客急忙跑下车 这里是土耳其伊斯坦堡当地时间二号 当地一栋五层楼高的建筑倒塌 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 搜救人员从断圆残壁中将伤者抬出来送医治疗 据了解这栋建筑屋龄35年 在上层两层楼是住宅 下层楼层几乎全是商家 不过倒塌当下没有发生爆炸 当地也没有发生地震 当地媒体引述官员说法 这栋建筑的建材中疑似有用到海沙 顶楼也是违法加盖 倒塌原因不排除与建筑物本身的结构有关